HELLO 大家好 我是韦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活泳的手游极限抬战的游戏视频 然后今天这个帐号是由网友提供的 他的游戏名字叫情历潜狼 他的帐号挺高 像是有一个古艾罗 我爱罗也没运过 反正运他来打架极限挑战 这个是二技能 这二技能速度好慢 这个一技能能爆 像是放在地下 然后有一堆沙子跑过去 然后可以把人抓起来 沙暴 直接把两个抓起来 暴在背后的也会受到伤害 第二波 这一波好像是不能碰炸雅暴 碰炸雅暴 伤害很高 这大招 我爱罗的大招也挺 应该是挺广的 伤害范围也挺广的 应该是这个屏幕能看到的范围都能受到伤害 许多大招都会受到伤害 有一些忍者的大招他要对面 就是面向的方向才会受到伤害 有一些忍者是可以全换围的 这我爱罗就属于全换围的 还是比较喜欢全换围的 这个女人 这个暗部忍者就像躲在炸雅包里面 这个大招 卷起来 一下把新闻都推到天上 还是不能太靠近了 太靠近那个炸雅包就去血挺高的 不过这个攻击范围好像挺拐的 他普通攻击 普通攻击 这背后应该也能受到攻击的 放一个沙道 射一下 也射 这个攻击范围也挺远的 拉一个沙子 拉起来 抱一下 还有一个 就六波了 看一个虫子 等下准备随时放个大招 直接来个秒杀 抱一下 大招 应该是可以直接集体秒杀的 一个大招 杰细 很帅气的杰细 六万多分 挺好硬的 我们来看一下别的 他打的最高分七万八 我还能不能打过他 他这个还有个日向凝刺 日向凝刺打极限挑战还没玩过 先个日向凝刺玩一下 这是二技能 二技能会退啊 这点 这点打这一关比较难打 这一关最考虑是碰到炸雅包 碰一下血就去到挺多了 不好打 这一关最好的就是 这一关我七个里面 我是喜欢用那个游女之奶 但是用游女之奶 直接站在中间换换技能就行 这个这个有点微 麻烦就是不能碰那个炸雅包 打了打了一半半 就要放弃 放弃 放弃 放弃进攻啊 省得连招了 差点再后退一步 又碰到了 还是碰到 现在就剩一半血 这打的就是麻烦就 越打到后面几波 那个炸雅包越来越近 放弃大招 差点又碰到炸雅包了 这次倒退一下 直接就剩这么点血 好像只能挨四次吧 挨四次炸雅包就没血了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 不护火了 这对于这是网友的金币 还是要不要帮他浪运 这么大的重来吧 我继续运这个名刺 一定要把它过掉 要不很不爽啊 这么好的忍者竟然过不了 极限挑战这一关 不相信我过不去 这关要再谨慎一点 尽量不要碰那个炸雅包 还是要小心走路 主要是他放二技能 可能会 会那个 鱼 鱼 鱼位置 不像刚才我爱罗 我爱罗他可以站着 站着不动的放招 这个又再 现在又往近一点 还好 没有碰到炸雅包 这个小兵打你倒是不疼 打疼的就是这个炸雅包 噴四次基本就挂了 这样子打有点 有点 有点 畏手畏脚的就是 不敢碰 他躲在这个角落 打因为不好打他 可可出来 一个荒滚 没有那个 一技能夹死 靠大招了 大招就安全了 大招秒杀 刚才还是碰了一下吧 7血还不多 等等等等 不能再打 再打就碰到那个炸雅包了 碰到了 碰到了 这一家还第五波 减它 最回波了 这一波 这一把应该是可以过去的 他还有这个补血的召唤 一个大招秒杀 7万8千多 不是 这些打的7万多了 有没有超过他 那好吧还没有超过他 那本期先录制到这里 谢谢大家欣赏 谢谢网友提供的账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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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